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 因为到时候他这个日本很明显 就是想要借由国际场合 来寻求各国的一些支持跟理解 但我很想问的是 到底各国会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呢 而现在目前呢 你看因为要参加这个东协峰会的 还有G20会议的 有东南亚国家的 有西方国家的 很多很多都会各自各国领导人 那现在呢 当然他想要借由这个机会 我就要问 那中方会如何来表态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岸田文雄 真的以为他能够被 就是获得了这个支持之后 这个禁令就可以因此解除掉吗 介大使 不会的 因为中国大陆 我想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解除的 因为这个日本要排30年 你怎么解除 没办法解除 我觉得日本的水产品 大概进不了中国了 在可预见的将来 那日本说 因为他们说要用WTO的那个机制来解决 WTO有很多方法来所谓 因为这个林方正他说要在WTO体制内来解决 他们有说要提出贸易制 贸易这个纠纷解决机制 那要依法论法的话 那我觉得关键就在什么叫ALPS ALPS 我认为是人类21世纪最大发明 居然可以把核污染可以给它处理掉 核污染能够处理掉的话 那我们核四 我们核四就可以开了 对不对 核四就可以开了 核废料都可以解决了 都可以解决了 你看我们光一个 我们这个我们核能电厂的东西要放到兰宇 兰宇人这个抗议到现在 你核废料送给谁啊 如果说可以处理 把它的核污染都解决的话 那诺贝尔奖应该得三个啦 对不对 所以ALPS一定会拿到WTO 如果进入尖端解决机制 这也就是说科学证据 你要拿告诉我 ALPS是什么 这ALPS这个名字 我跟你讲四个英文字 Advanced 然后Liquid Processing System 你说跟去污染 它连这个名字 跟那个 就是说Nuclear 这个 这个好 这个 Contamination 就是说污染这个字 它都不敢讲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怎么 英文承认是污染水 所以它现在排放的水 它叫ALPS处理水 对 所以ALPS Treated Water 英文是用这个字 那意思就是说 你这ALPS可以把 把所有的核污染 核子污染放生 都给除掉吗 以现在我们尝试都知道 不可能 我们现在我们医院里面的 核磁共振的 这一些废弃物 都要怎么处理 你知不知道 要压缩装罐 这个罐子要去深埋 那很简单 你这么厉害的 用ALPS来处理一下 那拿来这么好用 拿来大家用一用吧 可是ALPS什么东西 大家都搞不清楚 到现在都不告诉你 那你要去WTO 你要提到提高化 WTO的那个 增专解决说 那你ALPS 我们要了解一下 那你日本就穿帮了 所以为了省几个钱 也不过340亿日元 让日本的整个的 日本人的愚蠢 然后不诚实 蛮肝傲慢 陈列在再一次 陈现在四人的面前 美国是政治决定 其他国家都要看科学政绩 那一看就那个ALPS 因为你这个是透过 溶解如新的水 冷却水 怎么会没有核子污染 日本也承认 日本承认它现在是核污水 可是它是经过ALPS以后 处理过的 就没有核污染 你信吗 如果核污染的东西物质 能够这么容易就解决的话 困扰人类 有核能以来困扰人类的问题 不是日本人已经解决了吗 对 所以根本就是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极大的问号 ALPS你公开 然后呢 你经过你处理的水 你让人家来检验 不要在那边搞黑箱作业 好 其实这一样还是补充一下 这个介大使刚刚讲的这个 它就是液态处理系统 那这个液态处理系统呢 其实有科学专家也表示过 说它其实是有所谓的技术上的限制 就是说你有处理 我知道了 但是问题是你能够确保它百分之百 没有污染了 没有问题了吗 没办法 就连专家呢都说很难讲 所以就是说你有处理 没有错 可是是不是真的能达到百分之百呢 确实仍然是存疑的 因此真的必须得用这种做法吗 当然呢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的不理解 好那但现在日本就这么做啦 所以呢这个不要说是这个日本的外长 还有包括他们的官方长官 一样也讲啊 我们在这个WTO的框架之下 要进行必要的应对 可是问题来了 今天呢中国大陆说好啊 你要去向WTO来提出你的诉求 可以那我也要告诉你日本 WTO之前有一个决定 就是中国对日本产不锈钢制品 征收反清销税 WTO认定违反了WTO的协定 那么呢结果中国怎么做呢 中国大陆的做法是 他说好我们纠正但我们需要适当的时间 结果蔡委员要多少时间 说这是你们中日双方自己去协定 所以意思是什么 中国大陆不是没有招啊蔡委员 中国大陆其实也没什么招 这个招都是美国人教的 跟美国人学的 以前美国玩这个招玩那么多啊 巨大世界各国包括我们台湾 也都被美国玩过也都傻眼了 那中国大陆只不过开始学会 这个应用美国人的 以美国的这什么什么 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而且现在雷蒙多不正在表演这一招 对啊对啊 有样学样而已嘛 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嘛 那这个不是不能协商的啦 中国已经表态很清楚 不是不能协商 那你修理我的地方 你要不要想一想啊 对啊 本来就两国交往就是这样子嘛 不能说你虽然投篮进一球以后啊 我就把以前啊 你用手肘拐我的东西就忘掉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中日两国啊 这个就是邻国嘛 邻国有些事情要摩擦 懂得如何摩擦的处理 你前一段时间你不是靠着美国 整天对中国叫嚣吗 什么这里有事 就是你们日本的事 对不对 哇要装这个 装这个武器装那个武器的啊 那中国也没有太理会你啊 那只不过你现在终于什么 犯上了中国的这个架子 那你看你怎么办 水产品怎么处理 还有这些不锈钢 这还算小事嘛 你不是帮着美国要打压 中国的半导体吗 你们很猛吗 对不对 你们很行吗 那就行给大家看嘛 对不对 会不会紧张到处告状 好像人家欺负你啊 对于日本人 他的这个习性未改 就是觉得 什么事还是世界以自己为中心 不知道如何平等待人 这点是日本很罢了麻烦 不改善以后 结婚还多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 你会捐出 你 January 3 那你对你 这么快应该 本期负荣 你好 我算一件事 我算一件事 你谁能够 我算一事